條消息 冬後輩足球外圍賽 現正進行澳門和朝鮮的賽事 上半場澳門暫時落後1比5 而香港在較早前 就以15比1大勝關島 以4個得球優勢力壓同得4分的中華台北 獲B組承明出線 率先進入決賽 談到新報道 目標非常鮮明的香港在這場 對著藍色3的關島 對著正勝11球或幾以上 才可以承明出線 陳少奇首先為這場大勝拉開了聚魔 不夠一分鐘 盧坤儀在小禁區抽射成2比0 香港的焦點是落在18號的陳少奇身上 他實行過來今場第二次入球 入下一球 入下一球 連後防的潘耀卓都上來助攻 主教練和仔說快點快點 還有7球的目標 鄭少偉又反應快的 頭錘頂成5比0 相隔兩分鐘賽事掀起了少少高潮 問到過了門章 實行他們在今季賽事首入球 最近到1比5 一來一回香港隊已經不見了2球 香港這邊有陳少奇 想要今場個人沒有借回 羅志坤指定陳少奇的秒傳 撞一下撞一下都被他撞入 真是辛苦了門章 因為又要從網那裏撿一球出來 陳少奇原本場前 禁區勁抽入網 原來已經入了4球那麼多 在會邊後又撞多顆 香港距離出線還差2球 隊長的鋪利路撿雞射成11比1 幫香港完成任務 原來是隊長的家庭牙牌的古龍 香港領先12比1完成目標 但接著有時間還有3球進章 長長了上來過一下入球 這場一面倒的賽事畫上最號 當然是六冠方射成15比1 香港如遠守命晉級決賽 澳門電視台記者譚又新報導